一般來說的話 休閒跟正式是不能夠兼得的 所以在正式的場合之後 比如說我們在台灣最常遇到的 可能就是你需要穿商務西裝的時候 我們必須挑選擇標準的商務西裝 在休閒款式的部分的話 今天我們能推出像這樣 比較特殊的膀帶方式 這種西裝的用途就是讓你在日常穿著的 休閒的西裝的話它不但有膀帶 而且做成類似盒服的款式 讓你在日常穿著的時候 能夠更自在的展現你的風格 你在試穿的時候呢 通常我會推薦你 從這個位置往上看 也就是你的胸帶以下 這裡在穿著起來的時候 它沒有一個這樣子直線 沒有產生直線的皺褶 然後肩膀的部分沒有凹進去 也沒有往下掉 胸部的部分沒有被撐開來的感覺 就是說你穿起來的時候 它沒有這樣子浮起來的樣子 接下來到腰的位置 腰的位置的話 是你在扣起來的時候 它不可以有一個很明顯的X性 然後接下來到下板的位置的時候 可以的商務西裝的長度 從背面看的時候 能至少蓋到你一半左右的屁 然後在繡長的部分 它應該要配合你的襯子來做調整 在聚起手來的時候 可以自在露出手錶 再放下來的時候 它是剛好可以露出大概一寸左右的長度 判定褲子是否合身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是以正面來看 還是平整 亮 也沒有任何皺正的感覺 平順一下 不會卡到你的小腿 不會卡到你的大腿 口袋的部分 不會彈起來 所以我們判定一件褲子的標準 比照剛才合身的原則 就是胸帶以上的位置 我建議都不要做修改 都會破壞一件西裝最基本的結構 胸部底下的位置的話 腰的這個部分 可以依照你個人的需求 做小股的修改 變一下擺到修改的話 盡量是維持一寸一點的距離 那繡長的部分 只要像這種假扣一點 它都可以自在地修改繡長